那么大家好啊,欢迎上每一节目啊,今天这一集啊,咱们得讲个硬事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情况呢,就已经出现了啊,呃,现在呢,这个中,呃,朝俄,是吧,他们要签署一个东西啊,也就是朝俄新条约,这个条约的话呢,就是军事同盟嘛,规定一方预袭呢,另一方军事援助,那俄副外长说啊,说将在发生侵略时啊,对朝提供军援啊,那什么意思呢,这个道理你也就看的蛮清楚的吧, 这就是同盟嘛,对吧,那这场同盟的话呢,说白了,对于毛来说,对于朝俄来说都是想要的,所以这个80后到底想干什么,其实现在呢,你也就看的很清楚啊,80后呢,真正想要的是在这个远东这块呢,和毛进行联盟啊,因为呃,表面看着他们共同要针对的对象呢,是这个美国,对吧,但是美国你看的很清楚,他现在已经打不了仗啊,所以呢,对于呃,他来说的话,他想针对的是什么,他对上针对的是韩国, 并且呢,在未来对于朝鲜来说的话呢,朝鲜也是有一定的想法的,他想这个统一朝鲜半岛,对吧,那如果美国不行了,如果韩国发生大型的金融危机和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发动战争,对吧,对毛来说的话,有没有可能在这块也通过发动战争,来怎么样,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个是他们的想法啊,所以他们的这个同盟的话呢,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他们也就只能速到这个同盟来形成这个博弈了啊,那这个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呃,我觉得呢,无所谓 是吧,肯定是对咱们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们达成同盟之后的话,他们将来是要在远东跟咱们较劲的,是吧,维持一个较劲的能力啊,但是呢,你就这么想,是吧,过去的话呢,呃,俄国呢,是朝鲜的大哥,老大哥啊,那没有这个苏联的扶持,没有萨林的扶持的话呢,那么当年的这个,是吧,呃, 朝鲜怎么发动的这个战争,对不对,一直以来都是苏联去援助这个朝鲜,是吧,长期以来都是当老大哥啊,当然了,你说伯利尔涅夫出现之后的话呢,呃,不是大哥了,是吧,那叫什么呢,那叫大,呃,不是老大哥,是大哥,对不对,那可以不可以,可以,虽然说啊,只有一字之杀,但是老大哥是什么呢,给予小弟帮助和小弟同生死,奉进退,大哥呢,就是我得管着你,知道吧,我得要求你, 你对我做个什么事,对不对,对我必须得所谓言听计从啊,这个就是老大哥和大哥之间的区别啊,它并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啊,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形式来看的话呢,你也看得很清楚,毛子呢,只能借助这个朝鲜的力量来平衡自己在远东的这个问题,你就足可以见到,其实毛在这方面呢,已经衰落了很多了啊,大家对于朝鲜来说的话呢,也没用,因为朝鲜人呢,他在这方面的实力也好,能力也好,他也不行, 这东西能理解不,其实他的能力实力也很一般啊,所以呢,他们之间的合作呢,就属于这种所谓弱者的联盟,因为对于弱者和弱者来说的话呢,通过这些联盟呢,最终达成他们想要的这个协议,对吧, 这种这种联盟的方法呢,你可以去理解啊,但是最终呢,还是没什么没什么用处啊,因为你如果真的有用处的话,如果你在这个游戏当中真的能起到效用的话呢,那你就不会走的这么,是吧,走成现在这样了啊,其实说白了呢,就是没用了啊,但是呢,没用了呢,不代表不做事了 是吧,所以他们需要做事,需要形成弱者的联盟,因为毕竟嘛,未来还得有什么呢,还得有明天,所以大家都需要明天,大家都需要,是吧,对未来呢,进行这个管束也好,约束也好,对未来这个方向,是吧,进行这个看待,所以呢,必须也得怎么样,也得出手 所以,必须得出手,不出手不行,那在这做这个事,那么其实呢,将来谁是比较糟糕的呢,韩国啊,因为韩国人呢,如果遭遇这个问题的话 是吧,那其实怎么样,其实并不好办嘛,是吧,所以,你就记住这一句话,朝鲜和韩国,只要一动手,对于插半岛都不是好事 知道吧,朝鲜与韩国,对于他们来说,呃,如果双方爆发战争,韩国的经济一定会出问题,韩国的经济出了问题,那么将来有没有人敢去韩国投资 是吧,敢去韩国去玩,这个就很难 没有吧,所以你想想,如果韩国出了问题的话,朝鲜凭什么拿着这个游戏去玩 啊,所以我这么跟你讲吧,这么理解这个东西吧 就是未来的形式真正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没有过去的这个路径了 过去的路径是什么,是过去按照,是吧,这个这个方式 从低端制造,啊,中端制造,是吧,高端制造 是吧,那然后怎么样呢,呃,一步一步往上拼,一步一步往上走 对不对 是吧,其实是低,中,高,一步一步往上走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以后高自动化来了,你想做低端制造做不了了 对吧,那低端制造做不了了,你怎么做中端 没有中端,你怎么做高端 对吧,而且这一场战争一旦爆发了,对朝鲜的经济 是吧,呃,不,对韩国的经济是个打击,那么将来 韩国在科技力量上的这个贡献的能力就会降低 对不对,那么将来他想维持他的高端的能力也很弱 而且我跟你讲啊,其实 呃,韩国人呢,他能做成今天这个点 其实还是美国人给了他很大帮助 对吧,美国人给他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支持 对吧,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石卦 所以这些东西呢,给他提供了,他才有金钱 那么一旦脱离了美国这个环流之后的话 他能不能够单独的在这个世界上拼杀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你比如说中国 对吧,中国说我要做电动车,那我就做电动车了 对吧,美国说你电动车不行,这不行,那不行,这不行,那不行 哎,但是没用,为什么,因为我能做得起来,我市场足够大 对吧,韩国的问题是什么 他的问题是他没有一个独立的足够大的市场 去拱拖,拱卫他自己的这个这个方式 对吧,这个是你看的很清楚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是这些产业他足够足够 是吧,支撑他在玩这个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维持他自己的这个稳定 而且还有一点,未来没有比较优势了 是吧,所以一旦没有了比较优势的话 那不存在比较优势了 那么接下来玩的就是什么 嗯 那玩的就是跑马圈地啊 对吧,那凭什么别人让你进这个地呢 对吧,凭什么别人让你进这块呢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 你的科技研发,研发成什么样 你为谁研发,如何去研发 明白吧 所以你到那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不好弄 啊,到时候怎么办 到时候就含上那句话 就是三个大字,真没辙 所以朝野半岛这一次呢 我说句我心里话 他们是不能遭受这个打击 是吧,因为他一旦遭受到这个打击之后的话 他再想起,他就起不了了 他真正再想起 你真正再想把这东西也拖起来 这东西就其实非常的艰难 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难 啊,那怎么办呢 那没办法 是吧,这个世界嘛 形势比人强嘛 对吧 这个世界最后的这个结局就是形势比人强 所以这场战争如果爆发 是吧,是不好了 但是问题是不爆发呢 那么永远拖下去的话呢 也肯定是不好 对吧,那到底是拖下去还是不拖下去呢 对不对,那到底是拖还是不拖呢 那这个肯定是不好 是吧,横竖都不好啊 但是呢,横竖都不好呢 也得横竖都得做 所以说白了呢 这个游戏呢 呃,川半岛的分离 确实是当年战争的这个结果 因为实际上是苏联人和美国人嘛 最后把这个地方给分了嘛 那么一直以来留下来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啊 整个东亚东南亚啊 所有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啊 其实都是二战之后所延续出来的 对吧 都是博弈出来的结果啊 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呢 就算是落后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当然他们也要做事啊 那么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形成联盟 完了之后的话去讨价还价 将来的话呢 可以跟中国讨价还价 跟日本跟韩国讨价还价 他们要的就是这结果 对吧 所以这场联盟呢 是正常的 他所谓的这种什么 呃 爆炸性的这种攻击啊 是吧 如何如何发狠啊 如何如何在这里边 是吧 今天得把路就炸了 明天把桥炸了 他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这个 达成这个同盟 他需要通过危机 制造一个危机 通过制造危机 最终形成 是吧 他可以使用这个手段结盟 因为他得有一个道理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形成这种结盟呢 对不对 你为什么好不样呢 突然你要同盟这么的同盟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呢 对吧 那你必须要讲清楚了 对吧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的安全是吧 已经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巨大的危机 对吧 那既然了 在这个安全问题上 你已经有了危机了 你已经是吧 不好过了 对吧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得踏实实的 得做事 那做什么事呢 就是你也得创造一个所谓的同盟 是吧 你也要创造的是同盟 那这个同盟一建立呢 他们的目标呢 就是在东北亚制造一个小气候啊 这个小气候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说是非常糟糕的啊 那将来呢 他会注定把韩国和日本往谁怀里推呢 往中国怀里推 为什么 因为美国不成事了嘛 而且这里边有一个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 就是一旦这个美国不成事了 美国不会帮他们打仗的话啊 这80后打不着仗 你可不好说 对吧 毛子说他绝对不会打 你信吗 没没有跟你讲那道理吧 所以他说他绝对不会打 他肯定不会打 咱们的问题是他会不会打 你不好说 如果你不好说 你不知道会不会打的话 是吧 他们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那他们要是一旦真开打了 对吧 那你毕竟就怎么样 这就完蛋了 所以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将来是往中国身上推的 你推了你们两个人形成了气候 那别的人也要形成气候 别的人气候一形成了 他也得有一个方向 是吧 日本和韩国呢 这两国家说白了 就是难兄家难弟啊 因为他俩人呢都是半残 是吧 一个呢是微如雷卵 欠13.7万亿了 一个呢是本身就更微如雷卵 是吧 这个只要炮弹啊 是吧 火炮啊 什么的 这一发射啊 他们这个首都就完了 首都一完 经营就崩 对吧 他们两个人都是微如雷卵 这两个国家 是吧 他最后得找一个人进行联盟 对吧 那找谁进行联盟呢 那除了找中国还能找谁 这个不是说胖子一说就中推中立 讲那些有了没的 你关键问题是 你让他们靠美国的靠得上吗 对吧 美国在这个游戏当中真的玩得了吗 其实美国也玩不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呃 这种联盟达成了 那么下一步的话呢 朝鲜军队会不会作为一支生力军突然进入到这个俄国是吧 进入到战场进行练兵 对吧 打一打仗练练兵 是吧 那为对南边增加一些影响力 甚至的话呢 打一打仗练兵完了之后换装备 就是什么意思呢 朝鲜出人 比如说我出这个五万人作为生力军 是吧 或者是我出十万人作为生力军 那么毛子呢 你出什么呢 你出装备 对吧 完了呢 我帮你参与到这场战争当中 是吧 我突然来了兵强马壮呢 突然来了这个新的这些人 来了战场一下压住 对吧 就跟那个瓦格纳是公军似的 对吧 等我走了时候呢 这装备就归我 对吧 我觉得这个谈判是可以谈的 对吧 我觉得并不是说这个谈判不能谈 对吧 如果以这个谈判作为结果的话 那对毛来说并不亏啊 你要想如果你要死十万人的话 是吧 伤残十万人的话 你这个社会要一直负担这个十万人的这个问题啊 对吧 阵亡的话要有抚恤金 对不对 而且阵亡的家属的话 要给什么赔偿的这种东西 对吧 如果是伤残军人的话呢 伤残军人也得要有给钱的 你不能说伤残军人 你不不管了呀 对不对 那这个是很大一笔钱的 那所以我给他一些装备 通过换取他的人 这个并不亏呀 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 那乌克兰可能要小心了 突然一波来了一波人 是吧 朝鲜人来了 朝鲜人来了 是吧 突然在一个战场上 如果打不出成绩啊 上了战场 给怼回去了 那可能还好说话 对吧 如果上了战场 以骑兵 出击制胜 突然来一波人 对吧 打你一下子 除你一下子 是吧 那这个东西怎么说 是吧 而且对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呢 美国也非常糟心呢 对吧 那他在东亚的这块的局势 就非常的糟糕啊 对吧 你在这个方面的糟糕了 那对于中国来说 当然就好事了 因为你的压力大了 你突然好像变成三线了嘛 那你要变成三线作战的话 你说你还能跟中国火遍 是吗 这我肯定就不信了 所以对于毛来说呢 对于朝鲜人来说的话呢 他们的舞蹈是非常明确的啊 他们就是要结成这个同盟了 这种同盟就是军事真正的同盟啊 那同盟之后的话呢 双方各取所需 对吧 那对于别人来说的话 别人怎么看 他只能再看 对不对 好吧 这一节呢 先到这儿看下一节内容啊 那这一节啊 咱们得讲个硬事啊 现在的话呢 内塔尼亚胡表示啊 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计划 已经准备就绪了 或在美国总统选举前行动啊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助选嘛 对吧 那但是呢 他这个行动呢 我认为呢 不会太成功 是吧 为什么不会太成功呢 他这个是一个精巧的计算 是吧 计算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只会打击军事设施 而不会打击什么 而不会打击这些石油设施和核设施 是吧 这是内塔尼亚胡等于他自己认了啊 那你自己认了的话 你问怎么看呢 那就碎了呗 对吧 你就软了呗 对吧 那如果是你对黎巴嫩的话呢 你愿意怎么打怎么打 那东西无所谓 是吧 因为你打得够 对不对 那个东西是你打够的 你随便打 是吧 你打到你开心 打到你快乐为止 因为那个东西并不能够决定 你在未来的战场上的优势 你必须要通过搅乱局势的方式 逼美国下场 对不对 你别管美国下场有又没用 起码你得让他下场 他才能跟你玩 你才能度度过去 过了这关 是吧 那问题就是如果呢 是吧 这个游戏的话呢 你玩不了 你玩不下去 对不对 那这个游戏的话呢 那你怎么玩 所以说白了 这个游戏的话 现在对于内法尼亚湖来说是非常糟糕的 一旦这个11月决定了 对吧 你别管是川宝当选 对吧 还是哈里斯当选 等他们当选了 他们就绝对绝对不会什么 绝对绝对不会再要这个 这个点了 等你绝对不会再要这个点 绝对不会再要这个方向了 是吧 那时候怎么办 那就是是你也就好 是吧 所以说呢 是吧 未来的形势呢 就是这么个路子啊 那 哈哈哈 是吧 那就是这个方向吗 如果是这个方向的话 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就是非常非常糟糕了啊 所以 以色列呢 这块已经战败了啊 从过去啊 不可一世 是吧 说打谁就打谁 说干谁就干谁 是吧 到最终的结果呢 是只能啊 这个眼睁睁 瞅着形势的发展 是吧 只能按照形势的这个发展去做事 明白吧 明白 我跟你讲这意思吧 那最后的这个玩法 是吧 如果你这么玩的话 你玩的是什么呀 嗯 你不把你自己给玩了吗 对吧 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说 那你说对于美国来说 为什么它是这个结果呢 没办法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只能这么办呢 美国马上可能要面临三线作战了 你觉得美国还有多少物资 对吧 美国还有多少的这个实力 对吧 要物资没物资 要能力没能力 是不是 那最后的话 这个盘子可叫漏漏 说白了 美国要漏馅了 而且美国快漏馅了 是吧 你看了很清楚 对于中国来说 现在中国表达呢 还愿意跟美国做朋友 是吧 那你说这个 跟美国做朋友 不是没有代价的 是吧 跟你做朋友 你得 你得给朋友点好处啊 咱们都是朋友了 你家的就是我家的 是吧 我家的还是我家的 对不对 你得拿好处出来嘛 我没跟你讲嘛 到最后的时候 是不是 又说这个 别说一鱼两吃了 一鱼三吃五吃都可以 对吧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你除了出让利益 除了出让这个东西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这个结果吗 那不是 没有 嗯 是不是 那你想想这个道理啊 对于这个游戏来说的话 你能怎么玩这游戏 美国人 他不能漏 知道吧 因为他 我觉得是这样 美国人现在是不允许失败的 那么如果一旦失败了的话 那就完蛋了 对不对 一旦失败的话 那就怎么样 那就最终就完蛋 你一定要知道啊 失败了之后就漏了底 漏了底之后的话 他的金融 是吧 他的经济 是吧 他的这个未来的那些东西 可能就全都完 一旦漏了底之后 你降息就没用了 那那时候只能 可能只得加息 对吧 但是你要加息的话 你就死了 你就硬着陆了 你百分之百就完了 知道吧 因为你再加息的话 别人就知道你降不了息了 别人也就知道 你这个金融游戏 你玩不了了 对吧 那你一旦玩不了这个金融游戏 一旦你不能按照这个金融的这个方向去做的话 那么最终最终的结局 是什么结局 你就躺地了 明白吧 所以你要是输了 就会漏底 你的军事能力一旦不行 你的溢价全马上就下来了 现在首先你也看了很清楚 对吧 没有这个这个什么了 现在已经就没有那个东西了 就没有这个世界警察了 世界警察没有了 多集世界到了 凭什么别人使你美元 对吧 凭什么别人要使你美元 对不对 那那这个游戏的话 你想使美元 用美元 是吧 它到底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能成吗 就是因为你OK吗 所以大家才会使你的美元吗 明白吧 明白这意思吧 那现在如果你美国不行了 你美国的军事实力不行了 甚至这么讲吧 如果你对吧 在使用这个美元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美国不成了 那别人的财产没法给人做担保了 那别人就会怎么样 跟你说再见 所以美国的美元 为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货币 就是因为它可以强调 它的交易可以在进行交易的时候 可以回收的过来 说白了就是美元可以正常的交易和流通 你不要觉得 不是一个最正常的事吗 不对 对吧 什么叫大哥 大哥就是遇到不平的事 我得铲 遇到不服的事 我得管 是吧 我能确保美元在全世界进行交易 这个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什么 就是军事霸权嘛 对吧 这些军事霸权上的东西 对吧 这个才能证明它是大国 一旦它不能确保说 它能完成这些交易了 它能完成这些玩法了 那么那个时候 你觉得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对不对 那么他们还会选择美国吗 选择美国就会吃下怀疑 一旦出现怀疑 那些反对的人马上就会上来继续往前冲 我跟你讲嘛 金砖会议未来可能分成两拨人 一拨人是激进派 对吧 一拨人是这个保守派 激进派呢 要求跟美国说再见 是吧 不用这个美元做交易了 那个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呢 这个摇旗呐喊 那那些保守的那些人 他们愿意继续使用美元的人 他们也就忍不住了 为什么 因为你美国不肯证明自己的 对不对 到那个时候的话呢 你还怎么能够这个去玩这游戏呢 是吧 你怎么能够去进行这个玩法呢 你就没能玩了 所以美国呢 一定不能输 是吧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 一旦美国输了 是吧 一旦美国 在这些游戏当中 持续不下去了 玩不下去了 那最终的结果 就是非常悲惨的 所以美国人呢 不跟中国合作的话 那怎么说 我没跟你讲嘛 这个世界嘛 很简单 天下多乱都不叫乱 只要中美合作就OK 天下呢 有多稳 是吧 都没用 你跟中美之间的关系 只要不稳就不行 是吧 所以如果真的开辟了 第三个战场啊 如果80后 是吧 真的开战了 对吧 是一说 金将军嘛 一说开战了嘛 那么对不起啊 第三个战场一出现的话 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就非常糟糕了 是吧 那个时候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那美国人 是不是将来能留得住什么 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 美国人 是吧 不求中国的话 他得自己打赢哦 因为如果你能打赢的话 那么你怎么说都行 但是呢 这些战争 是吧 这些战争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就是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停止 对吧 你能决定战争的开始 对吧 你决定不了什么 决定不了战争的停止 对吧 这个我觉得才是什么 才是最大的问题 一旦打起来了 你就必须追求快战速胜 你必须在短期之内 把这个问题解决 是吧 那么你才能OK 一旦这个战争长期化了 是吧 一往长期去 行 完了 出事了 对吧 为什么出事了呢 你说打多少年吧 打一年也是他 两年也是他 三年也是他 对吧 几年也都是他 对吧 你看俄乌战争 现在打了几年了 打了一两年了吧 对 对吧 你说现在这个 是吧 这个西亚中东战争 打了多少年了 也打一年了 就敲烟呢 就这个时间就过去了 一年两年就过去了 你别觉得说 是吧 我在这个游戏里 我可以进退自主 没那个事 只要你选择开战 你就不知道 是吧 什么时候这个战争才会停 只要你决定不了战争停止 只要战争始终维持在这个 开战的状态 你就得打下去 对不对 我跟你讲吧 最糟糕的情况 最糟糕的事是什么 最糟糕的事情 就是对于这些人来说的话 对于美国人他来说的话 等你想停的时候 你停不下来 然后等你停不下来 大家看见了 什么世界强国 是吧 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世界最强大的人 等一旦发现 是吧 一说这个没有 是不是 一说这个没有这个人了 是吧 一说没有这个事了 啊 那最后造成的结果 什么结果 那你就完了吧 那你就陪着打呗 对吧 打多少年是能打得了呢 对吧 那打多长时间才能去 去停了下来呢 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 对吧 你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能怎么玩 你玩不动的 知道吧 所以我真的不是说啊 你说就 是吧 这个中吹中碧云 讲的一些个 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个问题 知道吧 他现在他的敌人 已经越来越多了 知道吧 他的敌人越来越多 他的麻烦越来越多 能够跟着他玩的人 也越来越多 对吧 那他怎么办 他打吗 你别忘了 他想打仗的话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他想打仗的话 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对不起 你的物资从哪来 是吧 你的物资从谁身上来 如果这个物资 说宝亭呢 将来从中国来了 那你这个游戏的话 你要打什么呀 如果你从中国身上 倒通物资的话 那你还要玩个屁 对吧 那这么讲啊 你从中国身上 如果倒通物资的话 那你想想这个道理 你还能跟中国打吗 你别忘了 你没有货 这个是美国最大的问题 就是美国人身上 其实是没有货的 一旦打大了 那么他需要的这个军工生产 不知道要多少 对不对 真正打大了之后的话 包山包海的是得要 对吧 你别说这些什么R35怎么样了 就F16什么的 都供不应求 对不对 一旦打大了吗 一旦真的打大了 那不就供不应求了吗 等需要更多的武器了 弹银奥这些东西 不知道包山包海要多少 这个仗打完了之后 得花多少钱 甚至最可怕的是 你已经没有自研能力了 你已经没有生产能力了 对吧 你现在把中国得罪了 R35现在就不好生产 今天交付了多少价 交付的数量一下就下来了 没有吧 那如果你明天把中国得罪了 明天中国把你那些导弹的东西全给你进了 美国的很多的那些小导弹 空对空啊 空对地啊 地对空啊 有一些小导弹 那个生产都不容易 那个生产不容易 你说那我从别的能进货 你从别的一进货 这货马上就贵了 一贵的话可能贵好几倍 是吧 那到时候的话呢 这史密斯专员再来点 是不是 最后的一个导弹 最终的成本要比过去 要不知道抬多少 那问题就是了 这一个导弹 它真正能达到的战果是多少 对吧 你拿这导弹 砍雷一个坦克 是吧 你觉得嗯 还行 直 是吧 砍雷飞机 还行 嗯 直 拿这导弹 炸雷普通大兵 对不对 那你就亏了 那到了战场上 这些人可不就得继续使吗 到了战场上 这些人可不就得 该怎么用还得用吗 对吧 那你说到了战场上 他们能说 是吧 他们能说他们不用吗 他们能说他这个 是不是 他们不使这些武器吗 那肯定不可能吧 但是到了战场上 如果使不出成绩来 这些武器包山包海了 是吧 往前走 就跟那个谁是吧 范弗里特是吧 当年范弗里特 所谓戴要量是吧 对吧 你在世界上三个地区 进行这个大的战争 对吧 那你这些战争 进行了之后的话 你需要付出的这个代价 这么多 拿什么出来补 对不对 你拿什么出来补 对吧 你根本就补不了 你根本就补不成 所以呢 那你说你补不了 你补成 你拿什么玩儿 我跟你说 现在美国的情况 非常糟糕 知道吧 他现在马上 可能要面对 第三个对手出现了 那第三个对手出现了 第四个 第五个对手 都会出现 煞时之间 天下大乱 这种情况下的话 美国居然还想 跟中国打锅吹阵 精彩 是吧 倒要看一看 谁是那个没穿裤衩的 对吧 出水才见狼角泥嘛 倒要看一看 是吧 谁没穿裤衩 露着两只大毛腿 到底是谁 好吧 那今天一集呢 就得也 谢谢收看 还 Naruto developed 你的 狮角泥